没有人能在这么寒冷 天气拒绝一锅铁锅炖 看哪个人都真点熟的说 黑龙江省会哈尔滨 头一顿肯定是铁锅炖炖鹅 山河屯铁锅炖炖鹅 两个三百零嘎 铁锅炖鹅半只128 哎呀咋了 看怎么样 我就觉得咱俩吃完也太困难了 肯定吃不了 就是一层 底下是瓶子 浓度里有吸化 这大头肉 这不爽吗 这是鹅腿 鹅 大鹅 吃饭了 怕不怕 鹅肉 紧实有弹性 九分烂 吃着这鹅肉 真的烤不中 然后香料的味也不中 基本上就是一个酱香 大头肉都一扒了去 是不是 又细又绵又滑 这也就是你吃 你吃的 它这个土豆就和咱们在兰州的时候吃那个 就完全不一样 虽然都是葡萄 这个就是 细 绵 滑 也很香 排骨一份的四是吧 排骨 你好 你好 排骨不得香 排骨软烂 不柴不硬 肉香很香 很香 排骨饼子好吃 鸡炸的四个银一个 还挺酱的 还跟饺子一样 鸡爪的棉有弹性 鸡爪的棉有弹性 我能吃那个什么样都有 在东北吃这个真的是让我眼神一亮的感觉 它用的调料用的香料很轻 你别看色顶重 它用调料用香料用的不重 不狠 出乎的还是一个肉香 这鹅吃的也是鹅的味道 排骨是吃的排骨的味道 它吃的不是咕咕咕炖出一锅香料的味道 这点就是很高级的烹调方法 我想起就这锅菜 纯拿到南方的南方人吃 也会觉得很好吃 不赖 所以配菜给他在这边蒸的白的绿的小花卷 这是唐的花卷 在北京最后都是粘卷 粘边什么 也不是这样的花卷 也差不多这么粗 这么馋 怕花边一粘 这不一样的意思 花卷正常 北方花卷都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土豆特别神奇 南宗市这个完全不一样 细细滑滑的 这土豆比我们做出来的土豆泥还要细滑 这样一个感觉 真的土豆特别香 这口感太神奇了 这大土豆蒸熟了 包皮一盯 弄过土豆泥 无敌 做总结 这顿是364 其中我点了一瓶酒 88我点了一瓶酒 说实话 我们俩人连一半都没吃了 四分是人均大几十的消费 快热死我了 铁鹅炖大能 名不虚传 真的好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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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